第一场球由亚东出战国泰 穿红色衣衣的是亚东队 黄色衣衣的是国泰队 双方飞场球打得非常的和气 但是也都相当的卖力 国泰队已经守的是三二的军联防 和半场的小军人交换运动 亚东队守的是半场军人 在军攻方面亚东队的陈夕飞 和梁美云以及徐涛荣表现得相当良好 这场球48比42亚东队获得了胜利 第二场球由韩国的潮信银行队 出现日本的劝运队 这场球双方的身材相差不多 但是地数相差得很远 韩国队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基本度的成熟 同时在球场上的乐器也相当的良好 他们今天这场球赛表现了 这次世界杯的国手级的球员的水准 他们在伤手方面运用了小型的区域兵人 212的区域联防和131的区域联防 三种的形式交互运用 使日本队的进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而韩国队在进攻方面 运用高大身材的江助任 在中间三身头来外建惠名书 是百八百重 这场球赢得可以说是非常轻松顺利 最后的结果79比58 最后一场中华篮球队 出现菲律宾的远东大决队 菲律宾远东大决队 包括有两位参加上届亚运会的国手级的影像 10号外线投篮非常地紧却 中华队开始并没有排出理想的阵容 所以一路落后 十分钟之后 中华队手法换将 把主将扮上阵 但是因为一路落后的局面 所以打起来更显得紧张 陷于苦战的状态 等下半场 中华队改用半场紧迫精神的防守 进攻的时候 用快攻和外线投篮 王成坚和陈仁忠 渐渐的表现正常 最后才以84比70 赢了远大队14分 这场球中华队虽然赢了 但是表现得非常不理想